因為我自己經歷過一次的選舉 以及當選之後的大量組織工作 所以越將這個選舉押後 即是說越縮短了 後任行政長官可以進行重要工作的時間 所以是非常困難 但是從法律上 還有可以押後的空間 我上一次也解釋過 又用緊急法 又押後另一套日子 當時已經告訴大家 另一套日子將會是這一套日子 再做就不行了 因為香港有選舉法例 而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任期五年 所以已經超越了特區政府可以處理的能力 但是我相信再押後 也不可能是特區政府自己決定 也要視乎中央如何看待這件事 因為行政長官是中央任命的官員 而特區是不能無特區之首 所以這個如何處理呢 我今天真的無法告訴大家 但我只會覺得再押後的決定比上一次更困難 也應該由特區 透過我本人 行政長官 再跟中央商討 上一次我告訴大家 我向中央提了報告 中央是贊成押後 所以同樣的程序 相信在任何再押後的考慮都會出現 總部份評論 請評論 提供 和確響 請評論 請評論 更詳請 請評論 s